今天中午12点左右 位于鬼交三四号线 虹桥路地铁站门口的公共厕所内 一名25岁未婚女子自行分娩产子 事发后 好心市民立刻报警 医护人员和民警赶赴现场抢救 事发时 这名年轻女子进入公共厕所内 随后有目击者见她躺在地上 一名婴儿已经分娩出来 于是赶紧拨打报警电话 120急救人员和110民警 随即赶赴现场组织抢救 有一个救护塞来了 记者在医院内找到了这名产妇 她被送入医院后 医生捡下了孩子的期待 目前母亲已无生命危险 但男婴体温较低 仍在暖箱内抢救 产妇称她是上海人 还未结婚 中专毕业后以小时工谋生 孩子的父亲是谁并不清楚 记者宣克琼报道